今天是《非诚勿扰》节目 开播整整一百期 我是没头发 我有头发我也不敢这样走 一步步夸马上就撕出来 好撕啊 实事起因天上游啊 白马王子和圣诞美没配吗 你给十年前的乐嘉发一个短信 十个字以内你发现 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即将播出 敬请期待 欢迎来到江苏一世 随心而愿 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非 欢迎收看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今天是大年初三 也是《非诚勿扰》节目 开播整整一百期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值得 纪念的日子 在这里我向全国的电视观众 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闔家幸福 万事如意 介绍我们的两位大家的老朋友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 也让他们给全国的观众拜个年 乐嘉皇寒老师 好 首先是给大家拜个年啊 然后是对这个节目 一百期我也特别有一点感言 我听人 从小就听人说 一个人要帮别人做成三桩梅 他自己婚姻就可以幸福美满 我没结婚的时候就做成两桩 就这第三桩 二十多年始终没做成 我特希望在 我到《非诚勿扰》一百期的时候 有一对男女嘉宾 他们能来跟我分享 他们的结婚的喜悦 这样也就圆了我自己一个心愿 一定会的 乐嘉老师 我本来因为我讲话的时候 我会痛哭流泣 不过现在还好充满了喜悦 我原来在做的时候就在幻想 一百期到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一个场景 我要感谢所有对我们支持和鼓励的朋友们 因为这些支持和鼓励 让我们有信心前进 也要感谢那些对我们提出批评意见的朋友们 正是这些推动着我们不停地成长 所以感谢所有人的关注 让我们整个节目组 我们主持人包括整个的栏目和所有的观众 共同取得快乐 共同取得成长 以我对乐嘉的了解 我再让他说一分钟 他准能说哭了 要不再说一会儿 今天是 算了算了大过节 新年的日子 大过节的就别哭了 忍一会儿再说好吧 抓紧时间 今天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欢迎你们 请亮灯 刚才我说了 今天是《非诚勿扰》第100期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上去都特喜气 辈儿有精神的 穿红衣服的就有三 四位 我想曾经来过这个舞台的 有那么多男女嘉宾 我想她们这会儿 也应该在电视机前 一起分享《非诚勿扰》 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好了 还是说那几句 每次都说的话吧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22盏或者22盏以上的亮灯 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一粒果子优酸乳 提供的夏威夷甜蜜之旅 男女嘉宾牵手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奥康鞋业 提供的时尚情侣鞋 作为爱情纪念 各位 做好准备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梁金伟 来自深圳 乐嘉老师好 王豪老师好 孟茴老师好 24位嘉丽好 梁金伟 欢迎你 这发型多好 你喜欢这发型 这个发型的贝克汉姆搞过 谢提峰搞过 印堂还好过 我比他早 比他们早是不是 这个发型叫什么名字 20世纪戳的时候 流行于欧洲足坛 国外叫墨西干头 看看常常24位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希望您能带到这边 谢谢 24位女生对今天第一个亮相的男嘉宾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0号灭灯的原因 他出来的时候呢 我看见他是左手左脚的 蒋宇 发型是不是 想陷害男嘉宾啊 没有 他自己坚持要这个发型 真的啊 对对对 好 我们还是先来看 几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梁金伟 目前在华南地区的一家大型外资公司 认质海关事务专业 从事报官员这个工作 近十年 是在加工保税业务方面的专家 我没有什么不良的喜好 比如说抽烟啊 喝酒啊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运动 阅读 思考 我每天不阅读不能生存 基本上都是泡在书店网上 看那些新闻 历史地理方面的书 夜夜时间我还进行了一些写作 我的文风比较介入古龙 慕容写春 当年迷夜之间 我对人性的描写入目三分 我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 畅销的职场小说 我相信 凭我的能力 一定在某个领域 做出一番事业 谢谢 请教一下您刚出版那本畅销书的名字叫 爆关炎的黑色记忆 是本职场小说来的 现在各个书店都有嘛 很畅销吗 都是放在跟杜拉拉 他们一起放在一起 跟杜拉拉在一块 对对对 9号 你今天这个发型挺帅的 而且呢我看到那个 你是喜欢他的发型帅还是不帅 因为上次好像你说 你特别喜欢长得丑呢上次 因为我觉得丑就是帅啊 没有那么有辩证法啊 丑就是美 你像哲学家说的话 每个人的就是那个 心散的品味不一样嘛 但是我记得你来到 《非诚勿扰》舞台上的 第一个宣言就是 我不要找长得帅的男人 对啊 我觉得他还比较符合 我对丑男的标准吧 他这么说你感到悲愤吗 一点不悲愤啊 因为美女配野兽嘛 谢谢 你长得那么温文尔雅 那么斯文尔雅的 怎么会像野兽呢 2号 你好 那个你一出来 你这造型就特别地雷人 安安之后我想 您肯定有这个雷人行动 我可以现场作诗 之前有很多文学青年 他们都会作诗 但是呢 他们的作诗呢 都是要走五步 六步 七步 我一步步夸半步 马上就给各位嘉宾作诗出来 来来来来 正好2号问你的 我们 我帮你出个题目好吗 我出完题你立刻就能说是吧 不管是 不管你是出什么题 我这马上可以说 好 1 2号 不为题 马上 半步 OK 我先做这首诗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写小说的 一般不会做诗的 因为现在呢 放诗在小说里面呢 到底会不会 会 绝对会 你别在现场为我开始讲小说啊 现在呢 是呢 自从唐代以来啊 我们呢 公 我们国家留下了很多美丽的诗篇 你到底会不会 好 他 应你 应你 结对没问题 人家需要走七步 他只是半步 他七十步时间都有了 他可以一心两用 对对对 他一定想一定做了 我先说完 我自己说的 我自己说的 你把诗说完再说那个 你可以先做诗做完再讲几个 OK 你要再不马上开始 我要换题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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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做诗哦 好 这个诗呢 大家注意哦 我这个诗呢 以一个斜杠为结束 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 立花体诗 OK 来到了《非诚勿扰》 斜杠 看到了二号小姐 斜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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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尤小姐 你真像一个妈妈 斜杠 对吧 好了 好了 我觉得你对那个 黄老师 你对那个立花体的那个理解 真是深得精髓 对 你接下来对 你接下来说说你对那个鼓龙 你对他们三个人的文风 是怎么沿袭的体现的 你模仿一下 用鼓龙的腔调出 我说话 跟那个二号说 今天 古龙妹妹 还是古龙妹妹 语言风格 还是 一样美丽 美丽的风格还是像昨天 古龙 还是古龙 非常非常 说得非常非常好 哎呀 我不认识我是谁了 这种诗有个名字 叫口水诗 之前是以我们文坛 有个很出名的 我们文坛 对 我们网上文坛有个很出名的 你是做的 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立花体诗 好好好 我看见你 我现在想起火水泵来了 是吧 是吧 来 我们这个关于诗歌和文学 就到这吧 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他应该懂这活水泵 什么意思 咱俩不言其中 你心里应该明白 好了好了 水泵的事到这 要不要我用水泵 给你做一几 用古龙的事 你留着待会儿 下去跟二号 再讨论文学吧 来看下一个段片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淒淒淒淒淒淒淒 李清照的这季诗 是对我的感情生活 的最真实写照 到目前为止 我的恋爱经验 几乎为零 低不成 高不就 爱情 对我来说 好像是一场 遥不及的梦 少年的时候 我曾经 追过一个女孩子 但是 遭到了失败 那个女孩子 对我说 我喜欢的是 刘德华 成龙 这种外型的 飙汉型的 男孩子 不喜欢你这种 像 施友鹏 林志颖的 诗文小声 野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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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儿 才是你的家 我发现 中国的女性 的口味 稍微有一点的重点 像我这一类 长得比较斯文 又比较单薄 身材又不高的 男孩子 是《茶楼》 谢谢 东姐赛 你觉得 你觉得你跟苏友鹏 和林志颖 他们风格比较接近吗 年轻的时候接近 现在不是很接近的 你说中国女人 口味比较顺 我觉得你口味也挺重的 我是没头发 我有头发我也不敢这样弄 各位女生的 24号 就是你不是出版了一本书吗 我想知道 书是谁给您出的 是那个新世界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本来我今天想带一本过来 给我们三位老师的 但是 但是没有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上街嘛 那个罗姆和艾轩 像你这样保读诗书 就是对诗词 特别有深厚造诣的女性 对于刚才就是 我们梁精美你怎么看 我 就是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您 不知道 以您的博文强识 您择偶的时候 最看重的是配偶的什么 我是希望能够找一个白头到老 大家相云与末的女性 那她最重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漂亮的 就是长相 身材 气质 或者是说家境 或者是说聪明 或者是说品质 您觉得什么最重要 品质 当然是品质最重要了 我告诉你答案是最好的答案 人品 品质 谢谢 好 谢谢 来 看下一条答案 有人说 胆大心事 脸皮厚 是追女孩子的秘诀 大家经常看到一些现象 比如说有一些男士 他没有弄清楚 那个女孩子对她 有没有好感的情况下 跑到女生宿舍 送花 这种大势鲜眼的方式 企图博得到女孩子的好感 对于这种比较稀发的男士 我是比较佩服 但是我不会是采取她们的方式 我认为 中国文化的爱情之美 在以一种韩戏的方式 两情相业 才是交往的根本 所以 尽管你很优秀 但是 你对我不来电 没有好感 我也不会死皮赖脸去追你 我认为 只是追到也不是幸福的 3号是最后灭灯的 我 给我没个理由 他哪儿不对了呢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 感觉上面的话 他还不是很有安全感吧 可能您自己内心也很缺乏安全感 对吗 不能够以一个身高 体重这类来判断这个安全感 安全感应该包括很多方面的音识 包括财处 财华 还有中医 专程 这方面 这是我对安全感的一个理解 我 其实今天我过来 参加非常勿扰 我也是想 给大家带来一些 一点新的东西 但是 你做到了 但是很遗憾 你那首歌长吗 唱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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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他最后的要求 就满足一下吧 他最后要唱一首歌 来 day 一世上有幾多意義 只求相愛過一生 做到這點也不易 可惜讚愛找到不易 茫茫人海更未知 不管他照更多東東 公道是難一國戰士 謝謝 謝謝 再見 其實我這個造型的話 平時我是不搞的 只是來這裡非常富要 我才可以做一下 我想製造一個浪漫一點的氣氛 全國觀眾如果有認為我合適的 也可以選擇我 因為我是實實上是一個實實在在過一子的人 對一些長得不高也不帥比較斯文 當男孩子說對愛情這方面不要灰心 我都來了你還怕什麼 白馬王子絕塵而去 他最後唱的那個 問人生有幾多意義是吧 很遺憾 但是他確實給我們帶來了 特別不一樣的東西 有請下一位男嘉賓 好 所有建廠以及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過點好 好 謝謝 關注我 力評我 欣賞我 各位好 我是來自北京的關立心 今年27歲 用您的關注 點亮我的情感之路 謝謝 你好嗎 爺爺 關立心 歡迎你 看看廠商24位女生最喜歡哪一位 24位女生對關立心印象如何 請考慮 小小 請選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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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別的能力 我那個比較喜歡 就是 勉腆一點的男生 我覺得他太過於活潑了 謝謝 先看 大家好 我是關立心 現在呢是一名企業培訓師 主要講的是銷售類型 和心態階級類型的課 正好 就業兩年之後呢 為了實現我的人生目標 所以呢 我和幾個同事 幾個朋友 然後共同呢 組成一個小的培訓公司 但我沒想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 我自己啊 真的是不懂管理 管理人出了問題 然後給學生們 開工資的時候 都是盡量往高了開 因為感覺孩子們不容易 但是算來算去啊 年底的時候 我很忙 我忙的不行 每天幾乎 連吃飯的時間 我都感覺是在浪費 但最後算算呢 卻賠了不少錢 然後當時我心裡邊呢 就感覺很納悶 我說為什麼我一個做營銷出身的人 我卻在管理上出現這麼大的一個失敗呢 當時啊 就問我們老大 我說為什麼我營銷可以做得那麼好 但管理卻做得這麼差呢 當時老大說的一句話 長相決定命運 謝謝 謝謝 你給我們評價一下你自己的長相 我 大家可能看我長相也知道 我從來不願意去 可能女生不願意聽 但我真的不願意拒絕人 我的學生們 我真的感到他們很不容易 然後很多孩子就有時候求我 哎 關老師我真的這個月 我家的那個生活費不夠 或者怎麼怎麼地 然後最高的時候 我真的一次給我學生拿過兩萬塊錢 這樣吧 我問你啊 你想不想讓你的公司賺到錢 我就問你這一個事 非常想說 真想吧 對 我告訴你個方法好嗎 好好好 你知道你為什麼賺不到錢嗎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管理方面做得很弱 因為我那些學生和我關係太好了 就有些 你好了之後吧 你不願意去批評他 你有兩個原因 你只講了一個 第一個 你的柔性管理做得很好 但是你的制度管理做得不好 所謂NV病吃當中 你的N用得很好 但是你不會運用V 第二個 你還有一個致命的特點 也可以說好處 就是你很享受在台前講課的感覺 但是你本身骨子裡面 並不享受做管理的過程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 把你不擅長的東西 扔出去讓別人做 不要自己來做 否則你會非常非常累 你要相信我這句話 必定時間會驗證的 這一點就是樂師傅做得比你好 他也特別享受做培訓的時候 上課那種崇拜的眼光 但是回去管理做得一樣 NV病是他那個威 我們經常領教 特別厲害 做得他就給你的建議 好好記得 以後你明年這公司掙了錢 別把他忘了 好 18號 我想請問一下 你覺得我的長相怎麼樣 首先第一個我要承認一點 這是我完全看不清 因為咱們距離稍稍有一點遠 幾度的近視 但是我感覺你很有福氣 是一個望夫相 很好很好 謝謝 看不清都敢說望夫相 你要看清楚了該說什麼的 24號 如果你說你看不清的話 那你怎麼選的心中女生呢 一團模糊 一團煙霧當中 選了一個朦朦朧朧的女孩 首先我感覺愛情這東西 它就是朦朧的 你一說不清是好是壞 我認識到很多人 經常跟我講一句話 就結婚之前兩個人 還是山盟 幸事淡淡 下輩子一定要再去前緣 但結完婚就懷疑 自己上輩子造了膩 說話真像培訓者 我呢是從東北的一個農村長大 我家是一個特困山區 而我的家庭呢 又是那個山區裡面 最窮的一戶人家 記得在我小學的時候呢 曾經因為20塊錢的學費 發生過一次輟學 就在我失望了兩個月之後呢 老師找到了我 對我講說 有一個組織願意幫我出學費 後來我才知道 那個組織的名字叫做 希望工程 我也成為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批學生 其實呢有些時候 有一種感覺呢 叫感同身受 有一次呢 我和我姐姐從前門 然後步行到天門廣場的時候 剛好路過那地下通道 然後就看到了一個小女孩 要飯的 當時呢她穿了一雙兩人鞋 然後裡面穿了兩雙襪子吧 差不多 因為已經很冷了 就前兩天的事 那當時我就看了之後 我就把臉轉過去了 因為可能很多事情 你不會感受到 你不經歷過 你沒有那種感受 當年呢 我真的曾經這樣過 我就是穿著兩鞋 然後穿著兩雙襪子 去給人家放羊 去放牛 當時我手裡 大了四百多塊錢 我留了幾十塊錢打車錢 最後呢 我把那個四百塊錢 我全都給那個小女孩 謝謝 每當看到有這樣的 像您這樣的男嘉賓 來到這個舞台 想起這過往呢 二三十年吧 希望工程在中國 產生的這個成就 接觸的說果 真是讓人特別欣慰 而且像你這樣一個 極富同行星 看到那些孩子 你能做的 剛才那樣的舉動吧 也讓我們大家感受到 這個世界真是需要愛心的 這種傳承 六號 是什麼樣的意念 讓你創業一直堅持到現在 而且即使沒有賺到很多的錢 你也決定將這個行業 一直走下去 有一次呢 曾經我六歲的時候 我去山上放羊 當時我就聽下面 我媽媽拼了命的喊 我就拿個鐮刀灰著往上跑 但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你知道嗎 然後之後 我媽過來的時候 就是把我一下子抱 對不起 沒事 然後我媽一下子給我抱過來了 然後我就感覺 後面有很大的一條狗 向我撲過來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當時山上還有另外一塊放羊的 我媽道歉在身上還有一塊 當年留下的傷 我最開始以為那是狗 但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是狼 偉大的母親 我就感覺我就已經死過了 我媽媽上皮都給我了 我怕什麼呀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一直這樣 就跟你講 好的 我們來看她聽回家短片 我喜歡的女孩呢 最好是能夠持家一點的 我很喜歡趙雅芝那種類型 讓你看到之後會想到 這是有家的威信 有家的安全感 我不喜歡嘴特犀利的 然後呢 也不喜歡特別斤斤計較的 然後呢 我只是希望找到屬於我的 最適合我的女孩 因為我喜歡就是點太背 然後呢 開公司倒閉了 買個車撞爆肺 結果女朋友還被踹啊 在做女嘉賓看她這麼點背 看她這麼 還是多支持她吧 最後留燈的24號女嘉賓 李娜 有問題嗎 步步高音樂手機 《非诚勿扰》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心動女生的名字 你都忘了 感情和你的眼神 你去店目標 雖然離場男嘉賓 重返《非诚勿扰》 渴望成功親手 我的眼睛像噗頭 你幹嘛來跟我方便 你是老闆來面試嗎 退後一步是孤獨 往前一步是幸福 只要有人敢嫁 我會為你留燈到底 我想到你了 2月6日13日晚21點10分 溫琴上演 幸福出擊 步步高音樂手機 《非诚勿扰》 精彩繼續 最後留燈的24號女嘉賓 李娜 有問題嗎 我想跟男嘉賓說句話 只有吃過苦 才會懂得珍惜 但是我觉得 我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人 所以我需要一个 有一个人能去帮我选择 但是我觉得 我不是那个人 你不是那个人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乐嘉老师 真的谢谢黄涵老师 谢谢 其实我感觉一点都不遗憾 因为这就是真实的我 这简直真是我的生活 刚才24号如果留到最后 可能说心里话 我也不会牵手 因为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喜欢的行 我说了是一种居家行 然后刚才从场上看 它并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 我真的不想为了可能改变 因为这个就是真实的我 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的那个观众呢 他还是喜欢很真实的人 观众朋友在明天即将播出的第107《非诚勿扰》节目当中 曾经在这个舞台上遗憾离场的男嘉宾 他们当中有部分将要重回这个舞台 希望通过腾讯微博 希望通过腾讯微博网友们票决出的这些重返舞台的男嘉宾 能够带给我们别样的精彩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请81100加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直接登录布布告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编号 我们再给他们留言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女嘉宾好 老师好 我叫杨冰驰 纪念27岁 我在ABC从洛杉矶飞来 杨冰驰 欢迎你 看出来他们搞半天我也看懂了 他们是你的亲友团是吧 对 他们是我的学校 学校的朋友 这么好看 非常好 对啊 看看场上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女生 不要 我从来没人问过我 没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说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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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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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 对 对 好 来 来 哪个人都喜欢 对 对 对 还请着你先喜欢我 哎呦 两张邪恶的面影 他问我 我该选谁 吓我一跳 我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真不敢说 好 24位女生 对新上场的男嘉宾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4号 你对她的印象 我觉得男嘉宾一出场给人一种很幽默的感觉 他的步伐 包括他的表情都非常的丰富 还有我觉得他的体格非常健壮是吗 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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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来看这个基本题 大家好 我叫杨斌石 我是洛杉矶出生的 我之前 我的大学是UCLA Go Bruins 我之前有在那个BMW TIFANY company 做事 然后我后来就是辞职了到南京 我现在在南京大学中美中心当一个研究生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你就是ABC ABC就是American Born Chinese 就是美国出生的你的父母是中国人 可是我从小就是跟我的父母讲话的时候 就是父母跟我讲中文的时候 我就是回答用英文 可是我就是从18岁开始的时候就是学习中文 所以我觉得我贵回美国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在上海还是中国做事 因为甚至像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啊 跟加州现在有庆了很多赛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比较好玩的 亚洲是比较好玩的 跟吃的东西实在是中国最大的 谢谢大家 从来自加州 你们那州长我喜欢 史瓦仙格 是那个二六丑子那个 对 听说你们那州财务上面 特别已经破产了 我觉得像那个加州的经济不是那么好 可是我觉得还是加州就是我的第一个爱 因为洛杉矶就是蛮喜欢的城市 我也喜欢 对 我喜欢你们加州几个原因 第一 那州长我看过他好多电影 打小就看他们州长演的电影 第二个事是 那个有一个京都议定书 世界环保的一个京都议定书的时候 美国政府不签 因为那个议定书 对各个国家的碳排放 提出了很高的 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美国政府不签 他们那州长说我们加州签 我说你就是没有担当的 但是破产了 太可惜了 你要碰到他 待会儿向他问好 卸任了 好 一定会 卸任了 已经卸任了是吧 碰到他 希望他出来再选 好吧 好 16号 男嘉宾您好 如果我说我喜欢稍微再 你再瘦一点 你愿意为我 我愿意 我愿意 因为我觉得很多像我的妈妈 经常跟我说 哎呀杨斌死你现在太胖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 对 对 如果你要我去瘦一点 我觉得是对我身体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要我瘦一点 我就介绍他 好 你还愿意为他干点什么 愿意 好 下一条短片 我就是很喜欢跟朋友聊天啊 就是出去玩玩 跟我的朋友在玩 德州扑克牌啊 还是撞球啊 还是巴西无数啊 因为我不喝酒 我不抽烟 我很喜欢去健身 我很喜欢去吃东西是比较健康 我不要吃那么多的麦当 然后还是 就是什么什么 munch bubble的东西 因为我要活很好的 我要活一百岁 我现在要找个女朋友 我觉得最要求是对我很好 对我就是有这个温柔的感觉 跟我觉得就是比较贴心 比较喜欢那个女生是比较可以 就是对我就是可以启发 对 女生是比较孝顺 因为我觉得像我的家庭是 对我是第一 因为我觉得像我结婚的时候 我的老婆 我的孩子 我的父母 都是我的一个家庭 不是好 是我的太太的家 跟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一个家 大兵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觉得呢是这样的 就是西方男人呢是在结婚之前 把所有的坏事都做尽 然后结婚之后呢 反而是很老实的 然后会对妻子比较忠诚 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是比较强的 然后中国男生之后发现坏了 我该办的事我都没干 然后结婚之后不一定有些好有些不好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是很难说 是很难说 因为我不行说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我只有可以说我 可是我觉得像我结婚以前 跟我结婚以后 是完全一样 那这样说吧 你结过吗 还没有 对 13号的家庭 我想很好奇的问一个问题 您刚才总结的 中西方男人婚前婚后的这番事 是您接触了多少中西方已婚男人之后 总结出来的 或者或者你就告诉我 我是听别人告诉我的 这样就比较好 对的对的 我是 我出来的 有些老 我是从书上学习来的 谢谢 对的 李佳刚才这个总结 我觉得对了一半 他说有些男人是不说中西方 有些男人是结婚之前 想把坏事干完 好比乐佳 然后有些男人是结婚之后才干坏事 好比梦菲 但这博士就像梦菲 我看你先说的 他然后看着我 我帮你把它说完好吧 我说对了一半 他那一半对了一半不对 我这就不一样 是吧 不过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一下 11号 那你对这样子的身份的男人 又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如果跟他一起在中国生活的话 我反而会更没有 安全感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比我还单纯 比你还单纯 他在中国的话可能还不如我 我觉得 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明白了 下一条短片 我们把他叫做我们中心的声音 我们中心没有人比他声音感更大的 所以如果他是在一个派对里面 那他比较吵 而且比较乱 他不抽烟也不喝酒 但是如果他在的话 你肯定知道 杨斌市有一个小胡子在这儿 我觉得很难看 我求求他 嗯 见这个 但是他不愿意 他自己觉得很很帅 他的缺点一直在 一直在说 啊 你太瘦应该聚重吧 跟我一起去那个锻炼或者什么 啊 或者你应该多吃一点 应该多穿一点啊 所以 其实是因为他要照顾我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 就是有点就是麻烦啊 你要 你是APC 你在美国待了很多年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交过美国的女朋友 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有交过外国女朋友 可是我觉得 最后的时候 他跟我不是那么适合 因为我 因为我就是觉得文化有问题啊 跟经常就 我就是要教他怎么用筷子 但是他每次问我 为什么我们 你 你去我的家 为什么你要脱鞋子还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 有文化差异 还有刚刚上来的那个男嘉宾说 中国女人的口味都比较重 你觉得呢 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你可以帮我解释 谢谢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你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对 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真不知道 好吧 好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品灭掉两盏灯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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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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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了 回了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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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十六号 十七号 我们来看杨斌时的心动女生是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 这是我觉得 我最喜欢看到的事 一个男生选择心动女生 最后那个女孩留灯三轮 到最后留着 心动女生已经在台上了 这种局面有日子没出现过了 今天你来了 这种局面再次出现 而且我要向你介绍 16号 你选的心动女生蒋宇 在之前已经被无数次地 选成了在你之前的那些兄弟们 选她做心动女生次数非常多 谁都没有把她带走过 但是今天机会历史性地 她出现在了你的面前 看大屏幕 我们把程序走完 两个女生有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择一项继续了解 觉得十号 第十条 最不能忍受男性的缺点是 蒋宇 讨厌不进取花心邋遢的男生 17号 讨厌抠门自大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好 最后一个问题 选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好 女嘉宾 我问你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我跟我们的朋友 我的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 然后你不是那么明白 还是你不是听不懂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你怎么有什么表现啊 如果你们说慢点 其实基本的我猜 如果没有很难的话 我应该会听得懂 如果真的听不懂 我就翻字典慢慢找吧 这样行吗 谢谢 谢谢你 这哥们高兴的都不知道啊 行行行 赶紧赶紧别说了 我们走吧 男嘉宾 你好 蒋宇呢 他刚刚就已经告密告诉我说 他第一次有好感 就对一个男生 所以我 好 两个女生在哪儿 你可以做出决定了 带谁走 直接上去牵他手离开 恭喜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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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宇 这个 女嘉宾 获得了奥康协业提供选 时尚情侣钱 作为爱情 我觉得我首先看到她 我觉得她就是 对我就是最适合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 个性是比较好 跟她就是很漂亮 跟我觉得她就是 对我就是最适合 或者很多人会觉得 我拒绝别人的男生没有理由 我现在只想说的就是 喜欢一个人也是没有理由的 我觉得男嘉宾就是一个 潜逆股吧 然后减减肥啊 应该会很帅的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她心地也很好 然后各方面都 我都很喜欢 江宇也是最近一个阶段 在《非生勿扰》舞台上 被选成心动女生 次数最多的一位女生 终于在今天被一个 来自美国加州的男生 临走了 同时她也获得了 一粒果汁优酸乳 提供的夏威夷甜蜜之旅 再次祝福她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不不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不去影响大家列入了 死 你们也给我死住 中国军的样子 我军的样子 《不不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精彩继续 大家好 我叫张普 来自天津 这个今年26岁 张普女孩欢迎你 看看场上24位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怕给人看见 你玩好了吗 来 给我们摄像机看一下 看见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因为我觉得每位嘉宾都太聪明了 每次好像都 有人能猜到 是吧 有人能猜到 好 24位女生 24位女生对张普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8号 8号 男嘉宾你好 我看起来你的打扮得很不错 谢谢 谢谢 7号灭灯的原因 就是在选心动女生的时候 他躲到那个莫菲老师后面去 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 谢谢 小玩笑他可能是想啊 嗨 大家好 我叫张普 来自天津 之前从事汽车销售的工作 现在天津投资建了一家赛车厂 因为非常喜欢赛车 并且看好它的前景 所以现在转行在赛车厂 从事销售经理的工作 那么我认为呢 赛车这个行业 它需要做事非常果断 反应非常快的人去从事 那么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 就是这一类的人 如果有了想法 马上就去实施 不会脱泥带水 比如说在消费的时候呢 可能如果在时间非常紧张 或者店链马上就要快关门的时候 我可能会很快地做出决定 相反如果时间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呢 可能我会再去寻找更多的选择 那么由于性格的原因呢 我真的相信会有一件钟情的 如果今天在场上碰到了 我心仪的女孩 我会毫无疑地向她表白 期待你 那种叫什么 我不太懂 赛车分好多种吗 有越野的拉力赛 是F1 还是您那种叫 那个是改装车 改装车 因为之前我们那个做的漂移大赛 漂移 对 你平常上大街开车都好好开吧 比较快 我又想提醒你小伙子 赛车它作为一个运动 在运动场你该怎么地怎么地 上大街遵守交通法规 好吧 好 好 13号 当你的女朋友坐在你旁边的时候 你也会这么飞快地开车吗 不会 我只有自己开车的时候特别快 那我有个疑问 你自己是赛车手吗 我不是赛车手 你是做那个赛车 经理 经理是吧 对 你自己不是那样开车的吗 但是在很多时候也算玩票吧 漂游 漂游 但是你刚才那个回答我还挺喜欢的 我认识一人 一熟人 开车开得也挺好 平常都挺正常 只要旁边坐一女的 她开得跟飞一样 然后那女朋友啊 下着就不行了 她特满足 特有快感 我特别是这个人 你这样不错啊 男人应该这样 2号 你回老家的时候带我标一圈去 有机会 有机会 挺你 谢谢 天津爷们就是给力 你也很给力 我觉得她特别像 她说这话的那腔调 特别像我看过去旧社会那电影里边 到那茶楼去看的时候 碰到那种万恶的地主老财的 啊 不错啊 给大爷笑一个 她说话有那腔调 你离开汽车销售 去到这边 你原来那边做得怎么样 你就告诉我你的业绩吧 大概的情况吧 对 业绩自己认为还可以吧 曾经在一个月卖了42辆车 大概有三个 对 42辆 现在达不到乔奇拉德的水平 不过这个水平在你们当地 应该算得上是相当的娇人 我离开那儿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这个记录没有人能够打破了 所以寻求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 这话让我相信美国总统开过一个玩笑 他说不知道哪件美国总统说 其实那么多人想当总统有什么意思 这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办法升职的一个岗位 他就是属于做到头了 他感觉谁也没法超越了 就不干这个了是吗 对啊 接受一些新的挑战比方 好 下一条条片 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体育运动 因为从小练习足球 并且曾经参加过职业联赛 在19岁的时候 因伤被迫退役 但是退役以后并没有远离足球 现在和朋友还有同事组织了一个业余的球队 参加天津市各项的业余联赛 并且我们的老板也被我们拉入了球队当中 那我们的球队呢在天津市各项的业余联赛当中 取得了很多的冠军 所以每个周末我都会组织大家在一起替球队参加比赛 业余时间呢我大部分都是在体育场或者健身房 那我还有一个另外的爱好呢就是非常爱听相声 可能因为天津市取义之乡的原因吧 好像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项文艺活动 那么在周末没有比赛或者不去健身房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约上朋友到茶馆一起去听听相声 那么还有一个私人的小怪癖 可能在睡觉之前呢 你们要听着音乐呀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睡觉 那我不听相声也是睡不着的 我们前五五九刚刚来过职业队的足球教练员 现在又来一个游乐队员 我拿着球的意思是让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秀一下给我们看看 那得全部退场了 那就是你无法保证我们安全 来 那这样把2号留下来 我们都退 开个玩笑吧 可以吗 试试吧 试试吧 好好好 就这个 经常看一些那个广告里他们在玩这个 最近最流行 22号 那个莫菲老师 那个你知道24号喜欢哪种类型的男生吗 问我啊 对啊 我可以告诉你 他最喜欢开车 开赛车的男生 24号是吧 对 他更喜欢爱踢足球的男生 所以我想你给他一次机会 李娜 如果你的女朋友喜欢你开快车 你会开吗 做你的副驾 不会 你把他灭了 如果你的女朋友要求你呢 他要 他套这口怎么办 那你来吧 你来吧 你来开 他做副驾驶 我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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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好 你如果想体验这种感觉的话 可以上赛道嘛 那你为什么 如果你女朋友要求你开快车 你为什么不开 你要顾及别人的安全 可是 他不要安全的 我不要安全 我就作死 我就想 那你那就是玩命了 你这样想 当有一天你生了孩子 你已经当妈妈了 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婴儿 你开车的时候 你也愿意开270 80卖吗 我喜欢我的男朋友开快车 而且我愿意坐在副驾 因为我相信他 我可以介绍一个赛车手给你 我可以介绍一个赛车手给你 你摇头 但是我很欣赏这样的工作 15号 在副驾驶上不管有女朋友 还是没有女朋友 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但你的女友并不希望 你把车开得太快 你愿意吗 为他改变 慢慢会改变吧 好 谢谢 不会很快 很快理解不一样 我们看他几条短片了 两条 那就再看第三条 那我的上一个女朋友呢 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并且当时真的有一件 钟情的感觉 给彼此留下的印象都非常好 那么那个女孩呢 家庭条件非常好 导致她身边的朋友 会觉得我和她在一起 不是真的喜欢她 会对她有另一种企图 她呢真的是个非常单纯的女孩 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的话 导致呢后来我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 最终选择分手 那么经过上一段的感情呢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 固然是第一位 那么门当互对呢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两个人的距离可以拉近 但是上一辈留下的家庭严肃 我们没办法改变 我现在想找到一个理想女孩呢 是文静内脸型的女孩 外貌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但是气质一定要好 凡事不要紧紧计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15号 还有问题吗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 我愿意为她把这盏灯亮着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全力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有请15号 18号 我们来看张楚的心动女生是 5号有请李诗贤 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有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择一项继续了解 消费官吧 看三个女生的回答 15号 钱多数都用在买衣服上 偶尔会买一两件奢侈品 但对奢侈品没有太大欲求 觉得婚后共同打理财产比较好 5号 合理消费有计划的花钱 在书籍服装和化妆品上花费较多 因为现在收入比较少 所以暂时没有存钱的习惯 希望婚后共同理财 18号 樱花不能省 应省不能花 钱主要花在吃饭 衣服 化妆品 护肤品上 会存钱但不多 最后一问选择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如果现在你们可以给10年前的自己 发一条短信10个字以内 你们会说什么 努力让自己学习多一点 有10个字吗 我觉得这是3号发的本 被输了 来 5号 现在我过得很好 方一斌 丰富自己 好 丰富自己 我觉得你这问题挺有创意的 从来没碰到过在这个问题上 会问到这样的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算我满足我一个好奇 你们三个人回答的问题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回答是给了两个人 哎 这样 反正他这事也不着急对吧 我特好奇乐佳 同样的问题 你给10年前的乐佳发一个短信 10个字以内你发什么 我会发10年后 你将和孟非同台 我以为他就发三个字 我红了 来 好 我们到哪儿了 选 选 选 那个什么 都问过了吗 你要坚持选择5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独自离开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 不不不 我也特别好奇 那你问这个问题是 目的是我打岔给忘了 我有想法 有想法 就是在整理日记 他年少的时候有很多轻狂的试骗 把他整理出来 来 黄老师既然又打岔了 你给10年前的黄瀚发一条短信 你发什么 我也不能发我红了 这个纸给他用 这一款纸留给乐佳用 而我也不能发我要跟你同台 因为 10年前 10年前我们就已经同台了 对 就是 那说点什么呢 你比当年过得好多了 好吧 既然他讲完了 那接下来厄运 自然要落在你的头上 我们继续刚才的流程 现在你可以坚持选择你的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独自离开 你今天一定可以带走你的女人 现在最重要的是请她把短信的任务给完成 我进军歌坛了 好好好 你看吧 就你选个女人这事耽误了多少 你们怎么那么打岔的对吧 我不用再重复了吧 好 你该干嘛干嘛吧 不不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她的身边总是出现另一个自己 在我身边我觉得一直有一个会自不去的影子 她的外形吓退了所有和她约会的女孩 我一直都把你当妹妹的 好悲剧 她的电影宣称比山楂树之恋 还要纯情感人 哎呦 敲了塞大树之恋了吗 我们都蛮苦 敲你的这部电影我们哭了 经历亲情首席人间2月7日播出 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精彩继续 坚持心动女生 好 两位女生请回 不爱我这白白 不再将来我话也不精彩 拜拜 拜拜 往前抖两分 最后30秒钟 争取一下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我刚才看过你喜欢的女生类型 但是你知道吗 看电影看多了吧 想要姜文型的 我刚看过《让子弹飞》 而且看了两遍 非常喜欢姜文 对 我也非常喜欢 非常有心的一个人 你们俩就不要在这夸姜文老师了好吗 你们就自己解决你们的事好吗 但是对不起 好 没关系 没遗憾 再见 还是比较喜欢气质好一点的女生 觉得气质要比外貌重要很多吧 既然选了我就很难改变 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有关注我的话 可以通过邮箱 好 谢谢 有请下一位同志 谢谢 主持人好 梁文老师好 各位家里好 我叫长浩 今年31岁 来自陕西西安 好 梁文老师好 长浩 欢迎你 看看场上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对长浩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23号 灭争的原因 我感觉她太瘦了 太瘦了 很多人说我太瘦了 好 来看看 大家好 我叫长浩 我是一名肿瘤科医生 可能大家觉得在肿瘤科工作 是比较压抑的 但是我却非常的快乐 因为这种快乐的心态 可以感染我的患者 让他获得抵抗肿瘤的信心 我这个人其实还是一直比较有想法的 几年前我设计了一款便积式烧烤箱 我觉得我这个烧烤箱是非常的好 我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 而且一直在改进它 以至于后来我瞒着我的家人还有女友 私钓医生的工作去创业 准备把它投向市场 后来因为经验还有资金啊 等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实现我的创业梦想 于是我又做回了医生这个老北行 但是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这个创业的经历非常宝贵 我记得当时最困难的时候 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三块钱 每天就是磨加咸菜 现在我觉得每天都很幸福 因为再差也不可能每天磨加咸菜了吧 我觉得特别奇怪你是肿瘤科的大夫 然后就是如果说病人来见你的话 就相当于说哎呀你离死期不远了 但是你为什么会说我在这个科过得很快乐呢 嗯对啊 首先一点就是我可以给病人带来他治疗的希望 这是一点 再一点是我们科室的环境非常好 我们的主人对我们的人物非常好 你的主人在看节目吧 你对马丁拍得多好啊 大年初三的节目 说我们主人对我们好 你们院长也好吧 院长也好 院长更好 其实主要就是我给他 就是我能提供尽量多的信息给他 然后让他知道他自己的情况 有的别人是他能够接受得了的情况下 如果他接受不了 我就只能对他的家属去说 是这样的 3号你有问题吗 其实我也觉得你没有什么安全感 但是我对你这个职业帮助你一些兴趣 我觉得还蛮认同的 所以我还想再看一段 对 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你的真病天子 帮我们描述一下 对 你认为有安全感的男人是一个什么样要具备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帮你找哎 就是人品要非常好呀 我觉得他很善良 然后大佬要好 我跟你讲3号 我在猜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你老是强调人品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人品真的太完美无缺 所以你看其他的人真的都有缺点 他能给我安全感就是说 他会给我觉得他是有那种真爱 非我不可的 安全感这个话笼统道 就是我们三个的智力 已经没办法帮您分析了 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特别觉得11号女嘉宾来的时候 说的那个话我觉得特别好 她说我想要什么 我自己真的没搞太明白 你呢就是说你自己好像什么都明白 其实我们都不明白 你到底明白不明白 来看下一条影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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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昊的优点就是 对病人有爱心 为了正直 这么多年也没有绯闻 从来没有和那些女人什么的 咕咕哒哒哒这一类的 但是年过三十呢 这些优点也就快变成缺点了 他的缺点 我觉得他有一点小分清 锋芒太露 不满的话他会把它表达出来 会说 后边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就是他喝醉以后 他的这个舞姿特别好 尤其呢杜屁舞 虽然他没有肚子 但是他的那个跳起来是小的 小的好看 这个蓝蛙是怎么形容的路向 谁造到他就踪了大将 大号 天地球猫猫猫猫 来 抓紧时间秀一下那舞可以吗 说句实话 这个杜屁舞我真不会跳 有人会跳 是为止 我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三号女嘉宾 我先欣赏一下 来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来 音乐 不不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非诚勿扰》新春献连 大年三十至初五 五间十二点四十 人气女生牵手大回目 大年初一至初六 连续六天 每晚二十二点五十五 共享《非诚勿扰》精华之夜 大年初三初四 晚间二十一点十分 《非诚勿扰》一百七 一百零一七 精彩不断 新春《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原来挺好 不不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精彩继续 好 谢谢 非常感谢三号与嘉宾 来 我想问一下你的观后感是 我觉得如果我娶了她 一年以后我可能也跳得差不多 你想娶她吗 想 想娶你 好 三号 你跳得真的太太好了 你现在还有问题吗 你最后留着灯 我可以把这个灯视为 刚才你要来跳舞 没来得及灭 还是你愿意留着 跟她走 不好意思 这样的事儿在之前9号 徐丽娜时发生过 来跳了一段舞回去 我问她 哎 现在最后留灯的 她说我没留灯 发明家常号再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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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 在明天即将播出的 第107《非诚勿扰》节目当中 曾经在这个舞台上遗憾离场的男嘉宾 她们当中有部分将要重回这个舞台 希望通过腾讯微博 多网友们票决出的这些重返舞台的男嘉宾 能够带给我们别样的精彩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100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直接登陆布布布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给她们留言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 还是你们能够通过各种报名方式 来到节目现场 节目最后感谢布布高音乐手机 感谢伊丽果汁油酸乳 感谢奥康写业对我们节目的赞助 也要感谢真爱网 百合婚恋交友网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